伐伐 一口iner 这里好哪里可以去 其实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让他去介绍 所以咁我凝聪聊52家 然后好像去张华市 去路框walker 騎車車是我們的特色的地方 彈化特色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來這邊 彈化地區要去哪裡 我們都可以做介紹 這個風格會比較接近是日本的吃茶店 那吃茶店的話 其實就是要提供一個客人 一個就是喝茶休息的地方 可是我們卻賣的不是咖啡 而是賣的是一份咖哩的餐點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煮飯 因為我之前有接觸過米飯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煮飯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台灣人也很不會煮飯 所以我希望可以煮出好吃的飯 讓大家配著咖哩飯 然後在一個非常舒服的空間動餐 是 晚上期間是預約制的酒吧 曾經有做過這樣子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開中午 可是後來發現很多中午的人想要來用餐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成中午和晚上的夜 但是後來夜間的酒吧就變成 就是熟客會來喝杯酒的時候 因為玩點離開這樣 所以創業前期其實是很緊迫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加速推工的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政府的這個補作 製作了我們的後邊商品 對 就像我們的衣服跟射手產的瓦泥 是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用這些商品 然後不能傳來實在上去 也是這種形象 是 然後甚至有很多我們的粉絲 跟外前市的人 他們會購買這些 中午市場 來看我們的這個青年創業 我們的這個顏色 然後他們本身是做美麵和攝影的這個專家 過去是在花蓮搬來做這個學徒 回來到來看都來開這間店 他接受到我們中華國政府 新年創業補助三十萬 比這個優秀的青年 然後他的店 把他放在我們的菜市民裡面 最主要是他自己的這個廟 社會像日本的這個工會 能夠跟我們整個的市場做融合 那同時呢 就有創業 他又跟我們的賣 油花 一些小飾品 又是要做一些相關的這個社會 所以呢 可以說不要吃的東西以外 要還有一些小飾品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賣場 那在這邊還是要再次呢 鼓勵我們青年朋友多三十萬 這樣的一個資源 目前為止 已經有九十七個青年 已經達到這樣的一個賣場 那再再就是希望青年能夠返鄉 能夠的在地上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現在我們這邊呢 在創業就業的部分 也決定出大家最強的我們的資格 好我們看一下左前方鏡頭 好的 我們看一下右前方的鏡頭 讓他們先 OK好 等一下 好 來 太適合了 OK 好的來 好 來 321 好 好 第三章我們看右前方的鏡頭 彰化現場果正不正 正 正 正